Kiss一把照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禮拜的Kiss一把照之 發燒排行房 大家好 我是蔣妮 我是梅哥 今天我們先講一下我們兩個位的服裝 我們是瑪莉兄弟 對 瑪莉兄妹 對 我是綠色的 我是黑色的 我是陸翼 你是冒牌的瑪莉 不過最主要的是 我們這次來拍Kiss一把照 我們除了要介紹好聽的音樂給大家之外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目的 我們有一個法寶 對 就是要來一個大挑戰 因為你知道新的一年啦 我們要迎接這個健康的自己 是 所以今天就帶來了這個秘密武器 請客 非常的快速看到沒有 它瘋狂在跑 看得出它是什麼嗎 它是跑步機啊 是的 而且我們的設定 差不多在每一小時 五公里到六公里之間 超快 對 那我們想說呢 新年新希望嘛 也希望大家有個健康的生活 然後我們等一下呢 就是有一個大挑戰 我們兩個會先猜拳 對 輸的人上去跑 對 贏的人介紹音樂 就跑到介紹完這樣 對對對 所以等一下我可以講五分鐘的音樂介紹嗎 不行 你想要跑五分鐘 你會不會一定是你輸喔 對啊 最近運氣很好 對啊 而且最主要我們要介紹四首歌 是的 有可能會跑上二十個分 二十分鐘 另外一個要死在這上面 好所以你看 今天要穿著馬力兄弟的霜 是的 對 我們越來越綜藝咖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跑步 穿著非常輕鬆的日子 也希望各位在新的一年 都能多多運動 多跑步吧 而且運動的時候 也要聽好聽的音樂 對 也希望大家不要看到我累死的樣子 而且我剛剛才吃完午餐 OK 好啦 今天KC發燥 精采可期 是的 哪一位第一J會一邊跑一邊吐 好 然後再被開到裡面去 好噁心 確定會有人要看嗎 好啦 首先第一輪要開始了嗎 第一輪要開始了 剪刀 石頭 布 太好了 來 請登上你的寶座 來 資料給你 好 每個要這個 來跟大家介紹 我們請小牆子 是誰想的想法啊 沒有 你知道 製作孽不可無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就對了 是的 好 準備就緒了嗎 好吧 好 現在牆壁正宜 每小時五點一公里的時速 在後面奔跑 那我們就來開始接到新春期 好 來 加油 慢慢 快點說啦 加油 我就拖個時間 好啦 本週的一鏡榜 第十名的新專輯 它是來自林凡 那林凡呢 有人會不知道它嗎 它其實有一張這個 成名座 現在被小胖林玉群 也有翻唱過的歌曲 叫做一個人生活 然後呢 這首歌呢 其實就是讓它打開了知名度 不過這張專輯其實是在 2000年的時候發行 所以距離現在已經 11年了 然後呢 好不容易才推出它的全新專輯 叫做林凡 這張叫做 眼淚流回去 而且林凡其實這段時間 消失都在幹嘛呢 其實她呢非常的認真 她到了美國 她到了英國波士頓呢 去這個念傳播碩士 所以呢這次回來 不僅帶來了學位 也帶來了很好聽的歌曲 那在我們Kiss Radio的節目當中呢 後面還好嗎 快一點 你還在講啊 在我們Kiss Radio的節目當中 就可以聽到 林凡這一次的主打歌都非常好聽 包括了像是這個 犀利人氣當中的片頭片尾曲 五天幾年 然後還有重傷 然後還有一首非常 這個好聽的 電子比較動感的感覺 叫做眼淚流回去 都收錄在這張新專輯當中 本週第10名 恭喜林凡 好 對你很好了吧 誰說你可以停下來 我們要繼續拆 對 好 挖出石頭 好 隨便你 剪刀 石頭 布 剪刀 石頭 布 大家看得到嗎 剪刀 石頭 布 好 沒關係 減肥 好 快點 你不要故意 這個好快喔 嗨 來 各位看到了 好 事實上這個 因為梅格 不要那麼多贅詞 梅格她認為說 她去年幾乎都沒有什麼運動 所以今年一開年 然後來好好的運動一下 這小case 這小case 順便減肥 是的 不過我跟你講前面的一分鐘都很簡單 真的嗎 對 跑到兩分鐘 你這樣已經聊了半分鐘 你快一點 沒有啦 因為要好好介紹 要慢慢去享受裡面的這種感覺 我剛剛吃飽 妳再看鏡頭 我剛剛吃泰式便當很大一個 OK 沒關係 好 來 好 本週的華語榜第五名是陳冠希 是 那麼她的主打歌 其實叫做Mr. Sandman 趙孟先生 講到陳冠希 因為不亞照的關係 讓她沉澱了三年 雖然有沉澱 但是我想這段時間 給她一些反省的機會 然後這張專輯裡面 還起到了好朋友周杰倫 來幫她寫了一首歌 而且我覺得蠻動人的 那最主要的是呢 她有請到鄭秀文跟NC 她都有來接入她的這個專輯裡面的混音 還給她一張跟溫和唱 陳冠希這個不亞照的風波之後呢 她一直用運動來健身 跟我一樣 對 不過這三年來她 常常就愛上了跑步 慢跑的那種感覺 是的 所以她的專輯裡面呢 還有加上Runner這首歌 就是講她跑步時候的心情 那我想陳冠希這個 沉澱之後再次的出發 事實上在台灣也造出了好成績耶 她的這個專輯一發行呢 就在各大的這個銷售排行榜上 都拿到前三名的位置 也恭喜她 而且我覺得她蠻有事業頭腦的 不管是在創造音樂方面啊 製作音樂方面 她今天也準備要拍頭文之V第二集了 還有呢 就是她開的這個服裝槽電 這聲音也是非常好 我們也祝福她 經過這段時間的沉澱之後 能夠再帶來一些很棒的一個作品 好 這陳冠希她是本週懷疑榜第五名 所帶來的Mr.Standman 趙孟先生 介紹給大家 趙孟先生 好 梅格 我可以停了嗎 啊 天啊 我現在走運路 等一下我站太久沒遇到 好玩嗎 我要吐了 我中午吃焦麻雞 我要吐了 有味道了 好冷 有味道了 好累 好 好 好 這是我們介紹的 日本週懷疑榜第五名 好還有兩次 還有兩次嗎 剪刀石頭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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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上去喔 要麻雞喔 啊 好可憐 現在的時數是6公里左右 但是我們這個跑步機還有另外一個功能叫做波度 你知道嗎 波度 誰說那個不可以調 不可以調 那個最後一關在調 好 繼續跑 我們看每個跑步的美麗的姿態 那可以吹了這是個健康的大家庭 是 好 接下來我們為您介紹的是本週的第四名來自Eleane的歌曲 給我一個理由忘記 講到Eleane喔 她獲得了金曲獎的最佳戲演員提名之後 也獲得了金曲獎最佳女演唱人的一個殊榮喔 我覺得她的歌聲已經被很多人都為之瘋狂了 很好聽 對很好聽 那這次她推出的新專輯呢 事實上也是備受矚目喔 而且她的歌聲非常具有爆發力 那Eleane呢這次的專輯一上榜呢 就拿到了第四名的好成績 是第一週上榜喔 我想她的歌聲不用太多多介紹 不過我覺得她中間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她剛開始要大紅特紅的時候 突然結婚去生子 也讓唱片公司為之一任 可是我覺得女人嘛 有時候要找一個很理想的對象 然後在對的時間結婚 而且身體要健康 對 然後又有一個親愛的小寶貝 這次人生很重要的一個階段對不對 是的 所以她就是放下了工作 一年多的時間 然後呢去這個 讓自己的家庭更加幸福 然後再次出發的時候 反而受到更多人的矚目 現在推出了新專輯 也是備受好評 所以是本週懷疑榜第四名 第四名 來自Eleane的 給我一個理由 忘記這首歌推薦給大家 好 再一次 好累 我講的也很累 真的你知道齁 對對 講話也值得很累 我覺得跑完再講應該會很精彩 對對對 好 接下來 我們要介紹的是本週的第二名囉 是的 最後一張專輯了 要看是要誰跑步囉 好 我希望是每一格三連裝 我不要 你不是說你運氣很好嗎 來 來 我們準備要猜拳囉 好 一二三 剪刀 石頭 布 耶 我先回去了 回來上去 我要綁鞋帶 好 好 我轉快一點 好 上去囉 好 OK 真的會瘦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覺得我們下一次如果來錄影的話 我們應該要準備什麼 我們可以去游泳 游泳是吧 也不錯 打網球也不錯 乒乓球也可以 好 你看我們日間消瘦 是是是 主持這個節目真的是 真的 真的好辛苦啊 好 一邊看了每一個美好的身材 在跑步機上面這個 起伏之外呢 為您介紹的是本週的華語榜第二名 梁靜茹 她的新專輯 情歌沒有告訴你 同名歌曲 就叫做情歌沒有告訴你 那麼這張專輯呢 好聽 而且呢最主要的是 梁靜茹也參與了兩首歌的詞曲創作喔 是的 妳有沒有什麼可以補充的 梁靜茹她這是第一次 擔任專輯製作人 而且第一次剪了短頭髮很短 而且她還把她的兩顆虎牙都拔掉了 更加美麗嗎 是的 還有呢 然後還有這張專輯裡面有很多輕快的歌曲 跟以前的情歌不太一樣 叫我死嗎 你 你是不是這樣 好啦以上是華語榜第二名也是推薦給大家 一進榜馬上跑到第二名位置了 梁靜茹的情歌沒有告訴你 好聽的歌曲今天在本週呢就有四首歌進榜 都介紹給大家了 是的 是的 那麼今天的這個PK賽呢事實上是永滿成功啦 因為呢 對對對 那妳還是要繼續跑 我還沒講完啊 對不對 最主要是呢 強力只有跑一次而已 每一個跑了三次 我腿很長其實我不用用跑的 可以用走的 可以用走嗎 來這個攝影機來照一下 對不起說我腿很長 是是是 我真的用跑我沒有做假喔 你看 好啦 那麼我們下一次繼續要PK嗎 8公里 已經8公里了 沒有我就下次 我們下一次要繼續8公里 這個PK嗎 好喔 也不錯嘛對不對 OK的 好請期待我們下一集的KISS一把照的播出 好的 我是強妮 我是牌哥 See you next week 喔這個不行 我輸你我 只長勇氣 沒勇氣 還是 我輸你我 還是 我輸你我 我輸你我